今天注定是一个充满悲伤的故事 来来来 我先给你们重头说起 我呢 先搬了一手佣兵 然后对面搬了一个小提琴架 并选出了一个看起来就很头疼的阵容 机械先知 前锋空军 然后呢 经过了一波找节奏之后 我找到了铁头蛙并且打了一个正小开技能 讲道理 我觉得我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 然后呢 这个机械师就很嚣张的站在楼上给我摆动作 这么明显的挑衅动作 我肯定不能忍啊 然后呢 我再吃了一个篮子之后 成功追上去 打了他一刀 机械师留了一个儿子在原地 自己坐车就跑路了 那记住这个丁丁车啊 后面要烤的啊 既然机械师坐车跑了 那我就选择传送过去等他下车了 在我看来 这个选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然后呢 先知给鸟帮机械师转点 打掉鸟之后 我一个丢伞细婚 机械师相当于自己性的一个死胡同 坐以待毙 啊 好的 那么相信大家这个时候肯定会觉得 这把游戏的节奏已经牢牢掌握在我手中了 不不不 你们想多了 因为前锋过来了 那么我只能选择给前锋一刀 并且逼他拉球走 然后机械师选择交自愈 这些都是小问题 把机械师挂到遗产机之后呢 逼空军过来秒救 空军选择交枪救人 这个时候很多小伙伴肯定会想去追这个二挂的街市 但是当时呢 只有两台电机 所以围绕的遗产机打是必须的 于是在遗产机附近呢 我把空军打倒并且挂到原来机械师坐过的椅子 然而在我打空军的过程中 前锋又不开了一台电机 天知道他们为什么修了这么快啊 那么现在对于监管者来说节奏就很差了呀 只剩下一台电机了 我眼前呢 还有一个活蹦乱跳的前锋 所以呢 我只能逼他救人 前锋救人之后呢 帮空军扛了一刀 这个时候我怕电机直接开了 所以又打了前锋一刀 就算大心脏呢 前锋也会倒地嘛 对吧 然后呢 我就直接飞到了仙芝修的电机 发现这两个人居然在互摸 而且吸魂吸到了机械师却没有吸到仙芝 这就很离谱 很明显仙芝离我更近好吧 当然这都是小问题啊 一刀打飞机械师之后呢 我把它挂上了 然后再一次打一刀逼仙芝救人 而前面这几分钟呢 就是我打了他之后的回顾 我回想了一下 这把玩的有什么问题吗 唯一有问题的 就是那辆该死的丁丁车 他帮本该死在大门口的机械师 拖了30秒钟时间放到了前锋的面前 我都可以想象得到 一会一刀打倒机械师 大心脏就会亮起 然后我挂飞机械师之后呢 前锋空军先知愉快三跑 唉 全都怪那辆丁丁车 我 我 我 不是吧 我就复飞你一下 你不至于吧 完了 这一下怕是要被四跑了 果然直接把电机点了 没办法了 现在只能选择追最靠近门的先知了 追机械师的话真的就被三跑了 是说搏一搏单车变摩托了 打完先知之后 直接传送 果然 哎 他们好像 哇 电池哥哥永远地神 这也太戏剧了吧 真就成也叮叮车 爸也叮叮车了呗 电池哥哥我再也不敢说你了 之前的不愉快 我们一笔勾销 哎呀 感觉压抑的一整局终于舒服了 空军二挂 前锋一挂 他们肯定想会来偷人 出去看看 哎 特雷希你来得好啊 这个位置你能溜我 一个铃铛直接带走 附近还有耳鸣啊 看是不是先知 果然有脚印 飞回去守前锋 呃 慢了一点点 不过问题不大 先把先知的鸟逼出来了 这个人肯定吸了一只鸟了 我就知道 好了 机械师没有自愈 我去找前锋了 拉去为棚果的四十米强盗 哎哎哎 电池哥我们自己人啊 哎呦 还好我身受命迭啊 先知把街声摸起来了 那肯定去开小门了 先吸魂排一下耳鸣 嘿嘿 看到你了 小端肯定跑不掉了 吃我一记落地蓄力道 哎呀 真是没想到这把都能翻牌啊 哎 先知还没开门 哇 真是没想到这把都能死杀啊 丁丁车我真的太爱你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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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